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楚接山也 环楚接山也 这句话很简单 也就是环绕的除舟成的都是山 也就是除舟成四周都是山的意思 据说这五个字 欧阳兄也是推敲了很久 推敲了很久 以前第一个版本 欧阳兄说的是他的初稿 写的是说除舟四面有山 写了十多字 但最后改成了五个字 环楚接山也 你看这个韵味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环绕着除舟成的都是山 为什么会写除舟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 欧阳兄被贬到了除舟 除舟这个地方做支舟 大致在宋仁宗的时候 庆历六年 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时候 然后被派到这个地方来做支舟 所以叫环楚接山也 指的是除舟 这个地点 也就是这个城市 周围全部都是山 起西南诸峰 林鹤优美 林鹤优美 它的西南面的各个山峰 树林和山谷特别优美 林鹤优美 林指的是树林 鹤指的是山谷 特别优美 望族未然而生锈着狼牙也 那么看过去那些树木比较繁盛 幽深秀丽的 叫做狼牙山 山形六七里 见吻水声缠缠 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那么沿着山路走六七里路 然后渐渐的能够听到那个踪踪的流水声 葱葱的流水声 从两个山峰之间奔泄出来的 奔涌出来的 那便是什么呀 酿泉 冯辉路转 有亭依然领域全上者 醉翁亭也 这个时候再绕过一段山市曲折的道路 便有一座四脚翘起的亭子 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的亭子 那么靠近全边 那就是醉翁亭子停了 有亭依然领域全上者 亦本身是翅膀 然是个虚词 就像翅膀一样 可见的这个亭子 它是往上翘着的一个亭子 四脚翘起的 就像鸟儿张开翅膀的一样的亭子 这个亭子叫醉翁亭 叫醉翁亭 你看这里边呢 先从大的环境说四面皆山 然后说西南诸风 然后又说狼牙山 又说酿泉 然后最后引出了什么 醉翁亭 坐亭者随山之僧至先也 那么这个亭子是谁来修造的呢 原来这是山里的至先和尚 至先和尚 也就是一个和尚修建了他 明知者随太守自卫也 谁给这个亭子起的名字呢 是太守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 那么很显然的这个亭子就是欧阳修自己起的名字 太守遇客来隐于此 饮少折醉 而年有最高 故字号曰醉翁也 太守呢和自己的宾客啊 到这里来游玩 喝一点酒他就醉了 饮少折醉 这个折呢是旧的意思 喝一点就醉了 而年事又高 就是说而且呢年纪又最大 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什么呀 醉翁 所以欧阳修呢还有一个醉翁啊 这也是他的号 醉翁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这句话呢是个名句啊 千古名句 意思说醉翁的本意呢并不在酒的上面 而在于游览山水的乐趣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欲之久也 游玩山水的乐趣呢是心领神会的 喝酒只不过是一种寄托罢了啊 就是酒啊 只不过是一种寄托啊 最主要的是要体验山水之乐 好 看第二段 若夫日出而临飞开 云归而言学明 惠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夜 如果说呢 早晨太阳出来 树林里的雾气慢慢散开了 傍晚呢 烟云呢又聚拢开来啊 山石的洞穴又显得非常阴暗 这种霍暗 霍明变化不一的情境呢 就是山里的早晨和傍晚 这里边呢 讲到了山里早晨和傍晚 若夫 若夫呢 指的是智语 就是我们翻译今天叫智语 智语什么时候呢 临飞 临飞呢 指的是森林中的雾气 而云归呢 指的是云气聚拢在一起 明呢 指的是明 会明变化者 严学明 明呢 指的是幽暗 会明变化 就是或明或暗 或明或暗 变化不一 那么这就是山中的早晨和晚上和傍晚 野方发而幽香 家木秀而繁荫 风霜高节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十夜 那么呢 野花开放 有一股幽 清幽的香味 美好的树木啊 长得非常旺盛 枝繁叶茂 形成一片浓密的绿荫 那么秋天的时候呢 秋高气爽 双色洁白 溪水呢 变浅了 到了枯水季 溪水变浅 石头呢 从水里边显露出来了 这就是山间一年四季的情境 所以先讲山间之四十 又讲山间之昭木 昭而往目而归 四十之景不同 而乐意无穷也 那么呢 我们早晨登山 傍晚回来 四季的景象都不相同 因此呢 乐趣呢 也各不相同 乐趣也就没有穷尽的时候 那主要讲呢 四十之间和昭木之间呀 山里的风景都不相同 好 看第三段 至于父者歌于徒 行者修于树 前者呼 后者应 鱼篓提携 往来而不觉者 除人有也 至于那些背负着歌 负着的是背东西的人 至于那些背负着东西在路上唱着歌 还有一个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 前面的人大声呼唤 后面的人随机就答应 老年人弯着腰 小孩子呢 有大人 然后骑鞋着 搀扶着 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这是当地人来游山的情景 也就是这里很热闹 这里有个词语叫鱼篓 鱼篓呢 指的是那个弯腰驼背的样子 这里主要指的是老年人 骑鞋呢 本来是掺手领着走 这里主要指小孩 主要指的是小孩 就是老人小孩往来不绝 往来不绝 临稀而鱼 稀深而鱼肥 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裂 这个很简单 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到溪水里面补鱼啊 溪水很深 鱼呢 也很肥 用着泉水来酿酒呢 泉水香甜 然后酒色呢 又非常的清净 清净 山窑野素 杂然而虔诚者太守燕夜 山窑野素呢 指的是野味啊 野菜纷纷的都 杂然就是纷纷的都摆在桌子面前 这是太守怎么样 在宴席宾客 这里面有个字叫野素 这个字念素 野素呢 主要是指的是野菜 宴汉之乐 宴汉之乐 非思非竹 舍者众宜者胜 功丑交错 其作而喧哗者众宾 欢夜 就是主要是指宴席上的场景啊 也就是沉浸在宴席的乐趣当中 不在于音乐 非思非竹 就是这个宴席的快乐 不在于有音乐 色者众 色者众指的是投胡的人 投胡的人投重了 下棋的人呢 胜利了 酒杯和酒丑呢 交错在一起 交错在一起 一时坐着 一时站着 然后大家都在大声的喧闹 这是太守的宾客在尽情的追求欢乐 追求欢乐 这里边呢 有一个投胡 投子色者众 投胡在古代的呢 是宴会的一种礼仪 当然也是一种游戏啊 就是用剑呢 向那个胡里边投 以投重多少呢 来决定胜负 来决定胜负 所以这是一种宴请宾客时候的游戏啊 还有苍颜白发 吐乎其中者太守罪言 那么坐在其中的那种啊 苍颜白发 苍老的容颜 白白的头发 醉醺醺的倒在他们中间的 是醉了的太守 也就是欧阳修他自己啊 好 接着看最后一段 以而夕阳在山 人影散乱 太守归而宾客从业 树林阴翼 鸣声上下 游人去而勤鸟乐也 这话说过后啊 以而 以而就是过后 过后以后呢 傍晚的太阳正在落山了 游山的人们呢 也纷纷的回家了 那么太守呢 也回家了啊 宾客呢 也在后边跟着他 也都要回去了啊 树荫呢 遮盖着上上下下的鸟 叫声啊 形成了一片 游人呢 离开了这里啊 鸟儿呢 也十分的快乐啊 然而 其鸟儿指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呃 可是呢 这些鸟儿呢 只知道山林的快乐 却不知道游人的快乐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 其乐也 那么呢 人们呢 游人们呢 却只知道跟随着太阳 太守啊 跟随着太守 游赏的游儿的快乐 却不知道太守 为他们的快乐 而感到快乐 其实就是游民同乐的意思啊 醉能同其乐 醒能书以文者 太守也 呃 醉的时候 能够和大家一起欢乐 酒醒之后呢 能够用文章来继续这件事情的人 是太守 太守为谁 那么太守是谁呢 鲁林欧阳修也 就是鲁林的欧阳修啊 那欧阳修啊 这个整个一篇文章呢 描写了一个游民同乐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景啊 好 所以这篇文章 虽然是一篇小小的散文 但是呢 基本的语言风格 接近于附体啊 附体啊 附体 是欧阳修当年被贬 嗯 除州 当知州的时候 然后写的 他通过啊 除州啊 这个地方啊 优美的自然环境 和和快乐的这种 社会风起啊 社会风俗啊 朴实的社会风俗 从侧面也描写了自己啊 治理这个地方的政绩 抒发了这种 欲民同乐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理想 那整篇文章 把写景和抒情呢 结合得非常的紧密 而且呢 思路特别的清晰 比如写景色的时候 先由环楚接山野 然后到西南著风 到狼牙山 到酿泉 最后集中到最翁亭 啊 像用镜头一样啊 有远即近 有大即小 抒情的时候呢 有来往的游人 在写到宾客 最后有集中到什么呀 太守啊 你看 不管是写景抒情 都非常有张法 而且更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全文呢 用了很多个也字 也也也啊 比如说环楚接山野 狼牙野 酿泉野 醉翁亭野 大致有21个野子 这个字呢 起到了对音节啊 非常的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反复的 涌叹的这样的一个句式啊 让文章读起来呢 具有音乐的美感 音乐的美感 所以说这是这篇醉翁亭记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 能够多读一读啊 多备能 尽量能把它背诵出来 这是一篇千古名篇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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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